美国南加州直律尔湾地区一间台裔信徒众多的教会在15号发生枪击血案 造成一人死亡与五人轻重伤 案发地点叫做日内瓦长老会教堂 加州警方表示凶贤是68岁的中国移民周文伟 然而也有消息指出他是从台湾移民到美国的外省第二代 警方抵达现场时教会的教友们已经制服了周文伟 又延长线绑住他的双脚 警方表示丧命的郑医生与凶贤英勇对质 牺牲自己好让他人得以存活 形容他是一位英雄 初步调查也显示周文伟 也是出于政治仇恨动机 因而犯罪FBI已经对此案展开联邦层级的仇恨犯罪调查 警方声明周文伟在这起枪杀案是单独行动 也并非教会的常客 他出于政治仇恨的愤怒 驱使他从居住地拉斯维加斯前往南加州犯案 周文伟已经被指控一项谋杀罪 和五项杀人未遂罪名 将会在23号正式提起公诉 环宇新闻的新闻综合报导 请订阅按赞分享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 请不吝点赞订阅